有很多同修对台长的说法研究得非常仔细 理解得非常透彻 修得非常精进 这是好的现象 说明大家认识到这个法门的殊胜之处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造巴胺车 师父说 但是从网上问的问题和平时的待人接物上可以看出 很多人现在还处于还债的阶段 师父还说 还没有认识到佛法及人生 学佛先学做人的基本道理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大杯咒和大杯水的灵验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就在前一段时间的某天早上 我起床洗漱的时候 看到镜子里的脸和脖子都很正常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也就是吃完早饭吧 我无意间照了下镜子 竟然发现左耳根连着脖子那个地方 鼓起一个包 手摸了摸没什么感觉 但是大小像小时候玩的弹球那么大 以至于左右脸已经不对称了 我有点惊慌 因为是头一次发生这样的事 是不是得了腮腺炎呢 但好像又不像啊 结果上网查 什么说法都有 最轻的说是因为熬夜上火 导致那里的淋巴肿大 去火就好了 我觉得很符合我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 当然也有说更严重的 我摸着这个包渐渐冷静下来 不是有菩萨在吗 学了半天佛 定力到哪里去了 定才能生会呀 于是心里立刻知道该怎么办 我拿来一些大杯水 开始擦拭掌包的地方 一边擦 一边念大杯咒 这样过了十来分钟 要出门了 心想中午去医院看看吧 怕丑戴口罩遮一遮 实际上谁看你呀 你是谁呀 这就是这个我还在作怪 中午开医生说 先拍个片子吧 心想等等再说吧 下午工作繁忙 已经忘记有这回事了 空隙去厕所 一照镜子 突然看到自己的脸 已经恢复正常了 哪里还有什么包啊 大杯咒和大杯水的力量 太不可思议了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慈悲的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年三月份 我在单位感冒发烧 三十九度五 夜间突然肚子疼得要命 身边也没有人 我赶紧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我会念诵二十一张小房子 然后就拉肚子 不再疼了 我那段时间吃药很多 一次我自己吃到嘴里 很多药品 自己脑子迷糊 喝了水 竟然没抬头 感觉药品都卡在了喉咙里 吓得我赶紧 拧观世音菩萨圣号 然后感觉药品 开始慢慢 自己滑落下去 太惊险了 菩萨妈妈 时刻关爱着我们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礼佛大忏悔文的 神奇灵验 感菩萨 感恩师父 前段时间 有天突然牙痛 但还可以忍 可没想到 到了晚上 牙床上直接鼓起了 一个大雪炮 牙痛加剧 我心想 应该是火太大了 喝点去火的菊花茶 应该会有好转 但事态 往往不按照 你想的方向发展 牙痛终于到了 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可我真的不想吃止痛药啊 无奈之下 有同修出主意 用冰带敷 嘴里牙痛的地方 咬一块 沾了盐水的医用棉 这样过了一小段时间 牙痛确实有所谓 第二天 我的牙痛再次来袭 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牙床上的那个大雪炮还在 我知道这是牙齿发炎了 查了一下网上说 要做根管治疗 还有拔牙的可能 我抱着腮帮子欲哭无泪 看牙很贵 也很遭罪 我不想走到那一步啊 这时 菩萨像是听到了我的呼救 有一位师兄 突然跟我说 你去念念 礼佛大忏悔文吧 是不是最近造口夜了 于是我赶紧到观音堂 跟菩萨许愿 念诵21遍 礼佛大忏悔文 专门忏悔和消除 导致我牙痛的业障 第一天念诵了七遍礼佛大忏悔文 虽然牙很痛 但还是忍着痛 诚心诚意地忏悔 知道自己爱说话 而且不注意 是很可能造口夜的 七遍念完就干活去了 等到晚饭时才发现 不知不觉 牙痛已经好了 没有任何感觉了 而且牙床上的大雪泡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扁了 牙床恢复正常了 心灵法门多么灵验呀 七遍礼佛大忏悔文 就已经让我的牙不痛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 我把剩下的礼佛大忏悔文念完了 又烧了几张小房子 就彻底好了 在这里也向菩萨忏悔 自己还是话多 没修好 容易造口夜 以后要少说话 多念经 请求菩萨能加持我 改掉这个坏毛病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慈悲的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一直想戒掉抽烟的坏习惯 这个坏习惯也已经跟随我很久了 我一直都无法做到 感恩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帮助我戒烟成功 我实在很感恩 真的非常感恩心灵法门 真实不虚 如果我没有遇到心灵法门 我真的不知道 要如何才能改掉 吸烟的坏习惯 这都是菩萨的慈悲 让我能够如愿 法喜充满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末法时期如何分辨正邪 上 一 末法时期邪剑邪法有何特征 四 歪曲事实 夸大其词 造谣诽谤等 攻击正信三宝 修为越好 越不会和别人吵架 选字 弟子提问 师父回答 五 卢台长 2018年 马来西亚 吉隆坡 红法解答会 博法界讲 一切相处不住心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都不要往心里去 例如 遇到生气的事情 越想越生气 我就气不过 我就不放过他 如何做到与人相处 以包容心 心无所挂碍 这就是境界问题了 你如果是个法师的话 他就不会跟人家争了 因为他家都不要了 他没有什么所 对他来讲 特别重要的挂碍 所以他就不会跟人家去争 他就不会起烦恼心 所以一个人的境界越高 他放下的东西越多 你境界越低 你放不下的东西越多 所以这还是看这个人的修为的 所以你去看 这个人的修为越好 越不会跟别人吵架 这个人的修为越差 动不动就要跟人家吵架 动不动就要去搞别人 弄别人 所以这就是心态问题 所以我们不跟别人争 好好修我们的自己 把自己修成了 那才是真正的开悟啊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虽然因为念经的原因 脾气上有了改进 但并没有主观上开始反省自心 主动地找毛病改正品行 也就是说 佛法还没有被你应用到生活中去 还没有把佛法主动地应用到自己身上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